战场上的狙击手 战场上的狙击上在作战的时候 奸商所负担的压力 是其他战士的数倍 残酷的的战争要求他们要拥有极高的射击准确率 这是来源于他们只要将子弹射出 那么无异于他们将自己的隐藏的位置曝光给敌人 样一来 他们在战场上能够扣动扳机的机会就很少了 不仅如此 狙击手一般都是孤军奔战 这就意味着他们只要落入困境 逃生的几率就几近于零 这样一来 他们巨大压力的来源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他们既然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 又是如何在激烈的战场上 保证自己的心态平衡 将这些压力排解出去呢 图为美军二战狙击手 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狙击手们的妙方便 是那些装着牛肉干以及压缩食物的罐头们 每次开战上场之前 军方部队会提前给他们分发数个罐头 当狙击手扑扑在自己的隐蔽点的时候 他们口中咀嚼着这些食物 靠着这种咀嚼来释放自己 在战场上可能会面临的而又无处安放的压力 以提高自己的设计准确率 这些罐头对于他们而言十分重要 其中甚至有些狙击手会放弃携带更多的子弹 而选择多拿一个罐头跟随自己上战场 图为红海行动中的 而同狙击手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 战场上的排押物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广 大多数狙击手会青睐于口香糖 比如电影《红海行动》中的顾顺 就选择了口香糖 显然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因为反对派的口中之物是 感谢您的选择